《港人權惡法》40名美國會議員 刊見提一要求 國務院租駕空、港澳辦入黨 國民貴軍師被捕 曾擔任港統戰組織要職 社民連展示二維碼被罰 報告說 《港人活動自由度降至最低》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翠時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17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國會參議院40名參議員15日 聯名提出最新有關香港的決議案 重申香港因《國安法》政治延放每況月下外 也促請美國政府以升級行動回應香港的鎮壓 包括罕有感鼓勵美國當局 聯同其他國家 推動取消香港在多個國際組織的 獨立投票權地位 今次議案由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前主席 資深參議員李斯牽頭 在美國100名參議員中 已取得40名議員簽署支持 決議案提及 香港現在有多個國際組織 擁有獨立在北京的投票權 令北京在一些關鍵組織上有商場話語權 當中包括亞太經合組織峰會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世界經貿組織 以致專門防制洗黑錢的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決議案鼓勵美國聯同其他政府 向國際組織撕壓 撕奪香港的投票權 決議案譴責北京 港府當局錯誤感行使政治檢控 要求港府立即釋放所有因煽動 和港區國安法相關罪行被檢控的港人 決議案特別關注《蘋果日報》 批評港府對其打壓 有如國家指使的盜竊行為 反映香港的監管和法律環境而倒退 不影響有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 要求美國總統拜登 行使2019年通過的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案賦予的權力 以制裁等手段 令破壞香港自由和法治的人負上責任 據老闆寫說 這個議案不具有法律約束性 但可以向白宮傳達出一個強烈的信息 這就是參議院議員他們 正在密切關注中國問題 並將持續造出反映 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表示 國會議員這一舉動 是起到視水溫 同時尋找他國的跪共共識 再一次顯示 美國國會對香港爭取公義的態度堅定 前香港有線電視財經台主管 並顏保江對自由亞洲表示 一旦將香港 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等國際組織取名 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打擊相當大的時候 香港真的和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一樣 沒有了金融、法律、文化獨特的角色 港版《國安法》生效兩年以來 在北京的大力干預下 香港曾有的自由、民主、自治迅速消退 不少民主派和異議人士因政治檢控紛紛入獄 據香港警方數據 截至去年10月底 香港超過1萬人 因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被捕 而涉為《國安法》的被捕人數超過200人 目前民主派初選47人案 立場新聞案正在審理中 黎智英國安案則推遲至9月開審 而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案 至今仍然開審無期 拜登政府國會自1月開始 短短3個月內 提出幾個有關香港的聲明或議案 上月17日 以議員盧比奧為首 提出連同兩黨參議員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 指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自治 已被香港日益嚴厲的干預所抹殺 要求撤銷香港經貿處在美國的外交特權和地位 另外 CECC主席、共和黨籍眾議員 克里·斯托弗·希徒·史密斯 以及該委員會共同主席、民主黨籍參議員 傑夫·密克里在上月28日發表聲明 指47名民主派人士受到審判 反映香港一道受人尊敬的法治受到嚴重侵蝕 呼籲拜登總統 根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 授予他的權力制裁那些負責逮捕 和起訴香港47人和其他民主倡導者的檢控官和其他官員 中共官媒《新華社》16日公布 所謂黨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而是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作為黨中央辦事機構 方案提及會保留國務院港澳辦牌子 意味著港澳辦地位升級 直接由黨中央負責 方案還說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會承擔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等方面調查研究 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 親北京人士說 今次改革強調香港事務的重要性 同時也加強了黨的監督作用 對香港絕對是好事 不過網民多次反對意見 有網民說 由一國一制轉為一黨一制 那一下子去到2047年了 也有網民譏諷 已經直接由黨出面 不再掛國家名義遮醜報了 也有網民諷刺說 強烈要求廢除特首 改為直轄市 更好融入國家大局 今年中共兩會前夕 據港媒報導 中共人大會議 預料將通過十年來最大的政府改造方案 介紹中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有可能脫離國務院系統 成為直屬黨中央的中央港澳辦公室 報導說 港澳辦將會簽指 由目前所在地西城區月潭南街 搬至東城區正義路的前北京市政府舊子 在位置上更接近中央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 直接將兩個機構合二為一 反映中共進一步集權 劉銳紹強調 如果相關改組成為事實 兩制角色越來越模糊 使將惹離西方國家批評 並可能進一步抵制香港 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 因涉疑詐騙10億美元 3月15日在紐約被捕 與其同案的余建明 目前在託 余之前長期在香港投降圈 並出任中共統戰組織要職 背景極為複雜 綜合媒體報導說 郭文貴被控11項罪名 包括涉疑、電匯欺詐、 證券欺詐、銀行欺詐和洗錢指控等 美國政府沒收了郭文貴 超過6.3億美元的涉嫌詐騙收益 星期三下午 郭文貴第一次出庭 但其沒有認罪 法庭拒絕了其保釋申請 目前被關押在聯邦監獄 預計將於4月4日進行第二次開庭 檢察官表示 如果郭文貴被起訴的所有罪名成立 他最高可被判籌100年以上 並由於郭文貴目前還不具有美國身份 有潛途風險 因此檢察官促請法官不批准他保釋 郭文貴的金融司再途的余建明 被控12項罪名 給郭文貴多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 如果全部指控成立的話 合併刑期將高達125年 據陸媒財新網週四報道 現年56歲的余建明 2009年出任中共重慶市政協委員 擔任過一些省市經濟顧問 2005年至2015年3月 余建明在澳洲投資銀行 麥格里擔任大中華區主席、董事總經理 當年香港投降圈的人都知道 余建明有個重要大客戶 叫郭文貴 2015年3月 余建明離開留在20多年的外資投降界 和郭文貴深度合作 並成了郭文貴的軍司 在港期間 余建明活躍在多個中共統戰組織 曾任香港重慶總會創委副會長 香港青年會前執行主席、香港義工團副團長等 並加入鄒融等建制人士成立的 保保選反佔中大聯盟、反對佔中、雨傘等香港民主運動 香港青年會成立20週年時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多名駐港中共官員、 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 共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雲少將、 港區中共全國人大代表鄭耀堂、 香港工會聯合會會長林淑儀等人都出席在慶典 2022年2月 移民英國的余建明在倫敦成立了香港人協會 聲稱專門協助詞BFO等護照的香港人 落湖英國建立社區關係 但因其具有濃厚的親中共背景 其成立該協會的背後目的遭到質疑 社民聯主席陳寶瑩和兩名義工 因早前在街站二拉架上展示收款二維碼 合共被控五項沒有許可證而在公眾地方籌款罪 案件16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審訊 陳寶瑩和一義工分別被判罰款一千港元和八百港元 另外一人則罪名不成立 案情稱 陳寶瑩和義工唐遠青在2021年7月24日 在洗衣街街站 以兩個二拉架展示多個二維碼 連結往梁國雄、吳文遠等人的柏特龍帳戶 兩人同在同年8月14日與被告何詠逸 在上指展示有多個二維碼的二拉架 法官裁決時說 在7月24日的街站 二拉架寫上捐錢撐牆毛等字眼 並展示網上籌款平台的二維碼 被裁定有收集金錢行為 而8月14日的街站 恐慌未證明屬收集金錢活動 故罪名不成立 陳寶瑩表示 今次判決意味著所有籌款 如果沒有政府批准 就會被當成違法 就算只在街上派發刊物 也有機會被定罪 對於政府即將就中籌立法 陳寶瑩形容是辣椒 相信對規模較少的政黨和民間團體 會有更大的打擊 其生存空間將會越來越窄 直言是用法例殺它們於模型 間接令它們禁聲 同一天 國際組織CWIC發表 2002年受威脅公民力量報告 評估全球197個國家和地區的 基本自由和公民活動空間 其中香港的評級 從第二差的壓抑 下調至最差的封閉 成為全球公民活動自由度 最差的27個地區之一 報告批評港府利用《國安法》 鎮壓異見人士和組織 將和平抗議活動 定為刑事犯罪 迫使民間團體和傳媒機構停運 並指這些是香港被港級 與中國大陸、俄羅斯、伊朗等國家同級的原因 報告涉及全球197個國家和地區 其中38個被評為開放 42個被評為合集 40個被評為受限 50個被評為壓抑 27個被評為封閉 台灣就是亞洲區 唯一被評為開放的地區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